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在AI视频当中角色的一致性 那这个是很多网友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我们做一个视频的时候呢 可能要保证这个人物是一致的 那现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法呢 主要是两种啊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使用类似于 VDUX或者是ACE这样的技术啊 来保证我们生成的图片呢 它是同一个人物 第二个呢就是使用类似于FlowEdit这样的技术 对现有视频当中的人物呢进行编辑 使用类似于反采样的这样的技术 来保证人物是一致的 那这两种技术呢 相对来说第一种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也就是我们使用Redux或者ACE这样的技术 来保证一致性的这个角色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下边呢我们就重点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我把整个的工作流呢 已经部署到了我们的Running Hub上面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的话呢 基本上是我们按照一个标准的生产方式去搭建的 那我既注重了整个工作流的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然后也注重了它整个的一个层次设计的关系 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儿呢我们需要有两张图片 第一张呢是你环境的图片 也就是你要把哪个图片里的人物给替换掉 那比方说这个 那就是我要把它替换掉 替换成谁呢 来替换成这个人物 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我直接来运行一下 那我看一下这个效果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 我现在把它放到最左边 那注意啊 我现在这个人物呢 已经把它给替换掉了 那你注意整个人物的状态 它的姿势呢 跟它呢是基本上很相似的 但是你要注意啊 不是完全一样 另外呢 整个人物的服装和外观 以及面貌啊 面部特征 和这个主要的角色呢 是一样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流 达到的一个最基本的效果 好 下边呢 我们就给大家重点来看一下 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基本构成 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用到的基础会比较多 那我看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 我把它称之为初始化 因为我这里边最主要的用到的 就是这个Redux和这个ACE 所以说这里边我用到的模型呢 是Flux Fill 当然是一个FP8的 然后呢 为了加速呢 我用了一下Tcache 为了赋予它像素级的汇图能力 给了一个插帆网络 这就是我们汇图的这个模型 我把它设置了一个变量 由于呢 我回头会单独的使用Redux和这个ACE 所以说呢 我把最原始的这个模型也存了一下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Clip Flux的一个标准的Clip的导入方式 然后还有VE 所以说呢 所谓初始化呢 其实就是导入三个最核心的组件 也就是我们说的Teckepoint 里边那三个组件 一个是主模型 一个是Clip 一个是VE 然后呢 输入的部分 刚才我们说了 一个是环境文件 一个是人物文件 那我们一个呢 叫做Reference Image 一个叫做Initial Image 也就是一个是初始化的图片 一个是参考图片 完了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是数据处理的这个环节 数据处理这个环节呢 有两个部分啊 一个是图片处理 一个是遮罩处理 你注意我现在的第一部绘制 其实是使用上下文的这种关系啊 就是把这个图片呢 给它分成左右两个部分 这个里边我并没有使用Context Laura 它本身就具备这种上下文的这种注意力机制 所以说我直接用就可以了 那我首先呢 把这个两张图片啊 全部进行了一下Resize Resize的标准 是我把它的高度统一成了1024 所以说呢宽度我设置成了0 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保证啊 他们在水平方向上是可以接起来的 然后为了后续使用呢 我把每一个的宽和高 以及每一个的图片 其实呢都给它存了一下 另外你要注意 就是在这里边呢 我做了一个拼接 拼接完了之后呢 其实是左边一张 接上右边一张 因为他们现在的高度一致啊 所以说可以拼接出来 那我现在呢是把这个表示人物的 就是这个放在了左边 然后表示环境的放到了右边 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一旦有这样一个结构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的Mask给取出来 Mask呢有两个用途啊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上下文绘制的时候 会用到Mask 这个Mask主要是绘制环境里边这个人物 所以说呢得把它给取出来 另外的话 我们在使用Redux的时候呢 会使用到人物图片里边这个遮罩 所以说呢得把它也取出来 那这个比较容易取 我们看一下 这我用的是Sigment Anything 实词呢我写的是Body和Person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保证把人物给切出来 完了之后你要注意 我现在由于只切出来了环境里边这个啊 所以说呢我需要创建一个空图片 空图片呢是哪人物的宽和高 创建了一个黑点的图片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啊拼接起来 这样就变成了其实是左边黑底啊 然后右边是一个遮罩 那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 我现在呢其实用参考图片和这个遮罩 做了一个总体的预览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 我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品红色啊 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 第二个遮罩呢 其实也是用这个 那只不过就是取的遮罩的图片是它的 那取完了之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我们就会有两个Mask 一个我们叫做Impact Body Mask 一个叫做Reference Body Mask 由于我待会会保证啊 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人物 大家看一下 我生成的这个人物的话呢 它跟这个的姿势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我这用到了一个Deps 那我需要将这个Deps呢 也给它取出来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Deps的匹配呢 需要跟它匹配 所以说呢我也是这样 先将右侧那个环境里边 人物的Deps取出来 然后同样创建了一个黑点的图片 再给它拼接起来啊 得到了一个Deps的图像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进行第一步的采样 那这里边最重点的 就是这个提示词的写法 一个标准的上下文的写法啊 看一下 This is a pair of images 就是说现在这是一对图片 然后左边呢 是一个人物的这个高清的肖像 右侧呢是同一个人物拍摄的一张照片 所以说这个写法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Flex Guidance 由于我们是FILM啊 是这个重绘啊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在30到50之间 这我测试起来50是最好的 由于需要负条件啊 所以说呢我们做了一个ZeroAlt 就是不管什么条件 通过这呢就变成了一个零条件 是吧 那由于我这需要有一个CountryNet 所以说我会用到Shaker Labs 里边的UniPro 这个是一个联合的CountryNet的模型 也就是说这里边呢支持很多啊 包括我们的Deps啊 Oppos啊或者是Carnia 可能都是支持的 当然我这主要用的就是Deps 我们先看这里边 我们会用到第一个啊 就是这个Impact 那我们会按照啊 Flex Fill的这个标准模式 将正条件负条件 VAE Pixels和Mask全部传进来 由于这个我们在之前已经取到了 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得到啊 想要的所有的输入 然后得到这个输出 输出呢我会用一次 ApplyCountryNet 然后加上这个Deps 这样的话呢 可以保证生成的这个人物 和我环境内的人物 姿势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为了让它控制的不那么死啊 所以说呢我把这设置成了0.5 另外的话 为了保证整个人物的一致性 我这还用了一个什么呢 用到了一个Redux Advanced 这个可以让重绘的时候呢 参考我们的这个人物图片 让它绘制的更加的像 这里边我们传的模型呢 主要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正向条件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CarniaNet 输出的正向条件 另外呢我们需要有一个Style Model 这个是固定的一个模型 另外呢需要有谷歌的一个Clip Variant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输入 所以如果大家用过这个Redux的话 应该都知道 然后呢这是参考图片 当然就是我们Reset之后的 Reference Image 也就是人物的这张图片 然后Mask 就是我刚才取到的这个Mask 完了之后你注意这个下采样因子的话呢 我们建议大家设置成3 你设置的越小啊 这个参考图片的能力也就越强 同样还是我们不能卡的太死 所以说呢一般我们设置成3 另外呢这两个你就这样选就行 如果你要觉得不太像 可以稍微的去调 比方说你可以把这个调成 Nearest Exact 这个呢可以调成 AutoCrop Always Mask 这个一般我们只做这种特别精细的 绘制的时候 比方图案的才会这样去选 如果你做人物的话 那这样选就可以了 下面就是采样 很简单 二十部采样 这个种子这是一个固定的 当然随机的也没有关系 欧拉采样器 调度算法呢是Sample 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张图片 注意如果你在不要求 面部一致性很强的情况下 这个图片的质量就会很高 现在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一个人长的不是特别像啊 所以说呢我们要进行另外的处理 那这个处理呢 主要是对面部进行处理啊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将生成的这张图片 再一次进行Sigment Anything 然后做一个分割 把他的脸呢给取出来 你要注意这儿的提示词呢 一定要写成Face Eyes啊 要不然中间可能会有洞 如果你只写Face 这个眼可能并不会被选出来 然后呢把它扩张20个像素点 同样也是一个左右绘制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我们最终拿到的遮罩是取到了这张脸 然后呢同样是一个左右的一个结构 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 Ace++或者叫Ace Plus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拿到最开始的Flex Fill模型 然后同样要加上这个Ace的Laura PortraitLaura64 然后呢加上我们的Tcache 加上插分网络 让它具备像素级的绘制能力 然后这个写法 其实就跟Ace里边的写法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保证这个面部 以及面部的表情 另外呢 我要求它有刘海 这个加不加其实都行 完了之后呢 你注意这个Flex Guidance呢 我用的是30 我不希望它的能力那么强 因为这个Ace的绘制能力呢 有点太过 如果你设置的太高的话呢 面部可能会出现变形 那这儿同样还是进行一个 Impact Model Conditioning 这样的一个节点 把正向条件反向条件V1 然后绘制的图片以及遮罩 全部给它放进去 标准的Ace的流程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面部就会重新的被绘制一下 它看起来会更像这个人物 但是你要注意啊 就是可能呢 不那么自然 对吧 处理的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将这个减小 减小到0.75 可能会好一些 当然如果你降到0.75 这个相似度呢 会降下来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找一个平衡 但是不管怎么讲呢 基本上就这么一路子 然后呢 我们将这张图片给它切出来就可以了 那就得到了最后这张图片 这个效果呢 是非常稳定的啊 就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下边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试一个 我们先试环境的 换几个环境 比方说这个 那我们直接来再跑一遍 这个比较长啊 稍等一下 好 现在呢 这个基本上已经生成了 你看一下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由于它是一个面向镜头的视角啊 所以说呢 这个人物的一致性就会表现得更好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人物 大家看一下 这我们顺便说一下 就是这种人物啊 其实还不是最合适的 因为它是个半身的 当我们进行一个这样的绘制的时候 你会注意它会猜 你下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每张图片可能猜出来都不一样啊 所以说呢 下半身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它是一致的 最好的图片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可以采用这样的一张图片 我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替台走秀的 我们找一个 比方说这个比较有特点 看一下 这个人物呢 是银发 然后有一个T恤 下边有一个这样的裙子 然后下边大长腿 是吧 我们可以换一个场景啊 换哪个呢 我们换一下这个 好 下边呢 我们来跑一下 这儿呢 其实已经看出来了啊 你注意它整个的这个衣着 对吧 白色的T恤 这个风格的裙子 其实跟我们的人物是比较像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 那个人物的图片里边 那个面部比较小 像素点比较少 所以说在这儿呢 可能并不能非常好的把面部表示出来 但是当你这个进行了修复之后呢 基本的面部特征还是有的 比方说银色的头发 对吧 然后整个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就看你的需求了 如果你要求面部比较精细 那你可以采用一个半身的 如果你要求整体的风格都很像 那你可以采用一个全身的 那动画的生成呢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啊 你就直接用我们的会员的i2v 用我上节课给大家讲的这个提示词的方式 直接让它生成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用这张图片 下面呢 我们直接跑一个大家看一下 一个我们上去一个都试过了 只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图片到视频的这个过程 有人说我用WAN 用WAN当然也是可以的 WAN就是速度慢一点 你要是能跑动 当然最好的 我这儿为了速度的话呢 用的是368x1640 一个竖屏的65帧 然后用的是VR版本 然后用了LTX的提示增强器 没有写任何的提示词引导啊 让它自动的来生成动作和视频 这个效果呢 一般都还是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采样的速度呢 也比较快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得到了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对吧 动作也很多 好 这就是我们说 今天这个实现一致性人物的 一个方法 另外这里边呢 有两个点 大家需要去注意啊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采用人物一致性的 绘制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使用什么呢 我并没有使用 ACE技术 我不知道你怎么去评价ACE 我觉得ACE在Portrait 也就是肖像这个的表现呢 不是说效果不好 是说它不稳定 它有的时候能出来 有的时候出不来 所以说呢 我们在真正的生产环境下去 用它的话呢 也是比较麻烦的 而且这个问题呢 在Context Laura 就是它上一个这个技术版本里边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而且呢 它其实就是对原有的 Flux模型的这种 上下文的注意力机 是做了一个加强 所以说呢 我采用了一个什么模式呢 就是传统的Flux Fill 加上了一个Redux 那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呢 就很稳定 虽然不是说技术越复杂越好 你通过很多的尝试和评测 你就知道ACE呢 是不太合适的 而且在它面部修复的 这个能力上是很强的 所以说我只用了ACE来修复这个脸 所以说技术要不断的去试 你见过它的缺点 见过它的优点 而不是别人告诉你 这个你才真正的能理解 只有挨过打 吃过亏 才能长记性 是吧 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真理 另外呢 就是大家需要注意整个这个模块化 工作流的一个构建方式 很多人呢 构建的这个工作流呢 比较乱 如果你自己做练习的工作流 那个怎么构建都行 如果是一个生产环境下的工作流呢 我建议大家这样去构建 第一个呢 就是初始化 初始化呢 是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模型的初始化 这里边就三个内容 一个是模型 一个是clip 一个是V 你想都不用想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输入 你有没有输入 你注意提示词不算输入啊 我们就说你有没有图片啊 这样的输入 比方我这有两张图片 可以放到这 然后中间一层啊 就是第二个梯队里边 应该都是数据处理的部分 那比方我这需要有图片的处理 和遮照的处理 以及contra net里边的dips的处理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采样 就真正开始采 后边基本上是一个循环 就采样 然后处理 然后采样 处理啊 都是这么一个模式的 因为呢 你要注意 你可能有很多的流程 比方我这个流程里边 使用到了普通的 flux fill 还用到了contra net 还用到了redux 这里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这 之前问过我啊 说我有没有办法去控制 这个人的姿势 在这我就给你答案了 如果你要是用ACE 是不行的 因为你去看看ACE 那个工作流啊 他是不能这样去玩的 那所以说我们这其实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redux 加上contra net 然后呢 我们进行采样之后 下面就是会有一个结果嘛 这个结果往往要进行下一步的采样啊 所以说呢 要进行处理啊 那这个主要是为了面部修复 进行二次处理 然后再采样 那后边如果还有别的 那就是再处理 再采样 再处理 再采样 大家只要掌握住这个模式啊 你构建出的工作流 那是比较整齐的 另外呢 我把我的一些资源呢 也列到了这儿啊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 可以去下载啊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啊 希望这个技术 对大家来讲呢 有帮助 好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